接的动作,把它开启连接 那接下来的话呢,再透过一个OBJ的一个Adapter Adapter 就连接器 再去,我刚讲过有点像接水管 我现在已经跟资料库接了之后 那水要接过来嘛,所以会有个OBJ的Adapter Adapter 里面呢,我要建立一个新的 有点像是连接,连接器有点像水管一样 然后呢,它产生一个New 一个什么呢? 那它也是OLED OLED Data Adapter 用选的就好了 Data Adapter 那后面的话连接的方式就是 STR 为一个字串 那这个字串的话呢,我就直接给它一个 因为我这边呢,特别注意 是 字串来源在这里,by value 这边有一个,因为它是一个function 所以它里面会有个引数 这个引数呢,就可以把它拿过来这边 那这个引数呢,实际上就是 我从什么呢? 从那个上方有一个test box里面所得到的 所以这边的话我就直接STR SQL 这边的话呢,就是直接给这个Adapter 去做存取资料,然后呢 后面加上一个什么呢?它的连接 这个OBJ 的一个connection OBJ 的connection 的一个物件 那物件名称在哪里?给它 接下来的话呢,我就直接 把这个Adapter 再做一个动作 点什么呢? 我要把资料通通都抓过来 那抓到哪里去呢? 抓到我刚刚还有一个叫OBJ 的 一个什么呢? 一个dataset Adapter 之后有没有? 然后要把资料抓过来 抓到要放到哪里呢? 放在dataset 就是记忆体里面的一个位置 好,把它放上去之后的话呢 后面呢,还要加上它的table的名称 它的资料表名称叫什么呢?叫IPOD 在这个dataset里面 会有一个IPOD的一个资料表名称 那我就把它放在这里 最后的话呢,我就Return 把这个结果呢,Return 直接抓到什么呢? 这一个OBJ 的这个dataset里面 那最后的话呢,就完成这个动作 这个是有关如何取得这个连结的一个方式 那特别注意几个关键呢? 就是第一个是Connection 连接 再来的话呢 Adapter 就是连接器 最后的话呢 就把资料放在哪里? dataset里面 所以主要有这三个层次 三个层次 那再来我要去 开启这个按查询之后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呢 我这边就会产生一个 click 的层次 那这个层次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要实际上呢 就把这个刚刚的字串呢 丢给这个module里面处理 所以 首先的话呢 那要避免错误 我们可以用try catch 就是 如果有错误的话呢 就会跳到catch 去捕捉这个错误 那避免错误 那你不打的话 它层次可能会当掉 第一个是if 去判断什么呢? 先确认一下 先确认一下 这一个上面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是TLS Sequel 那我先判断这个里面呢 到底有没有资料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if 这个里面呢 它的名称呢叫做 TLST Sequel 点TEST 然后呢 这边后面 我们参考解答里面有个tree 点tree tree的话就是说呢 去掉前后的空白 那这种写法是单内词的写法 如果说你要用VB6的写法的话 就是trin刮糊 然后呢 后面再加个刮糊 反正两个结果都一样 只是写作的方式不一样 好 那如果说他 拿这个资料取得之后的话 它的结果呢 不等于空字串 也就是里面有写东西的话 有字串 那我就做一个动作 反之的话呢 我就e else 反之我就做另外一个动作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说里面呢 不等于空字串 就是有东西 那我要做什么动作呢 去 DataGreview 里面 outputs Dent 它有个DataSource 它的DataSource 资料来源呢 就等于什么呢 BuyDin 后面的话 BuyDin 这个Database 然后后面的话 刮糊 这个BuyDin Database 就是刚刚Macho 里面的这个名称 我就去做什么呢 取得资料的动作 那我要传一个参数给他嘛 所以就是 这个参数的话呢 就是 TestBox里面的资料 Dent Test 我就把这里面的资料呢 传给他 传给他 那后面的话呢 就直接 再加上Table的名称 Dent Table Tables 然后呢 这个我要取得的是哪一个Table 就资料 资料表名称的话呢 就取得这个iPod 因为在那个资料库里面有个iPod的一个 这个资料表名称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直接 可以取得这个里面的资料 把这个结果呢 传给前面 DataBuyDin 这里面 跟这一样 这边有个叫 它的DataSource才对 Dent 它的DataSource DataSource 这一个才对 就是资料来源 它的属性应该是DataSource 好那反之的话呢 DataSource等于什么呢 后面就直接copy起来 else就反之 等于什么呢 等于nothing 就不做任何事情 nothing 好 那catch后面的话呢 就是 我们避免程式错误的话呢 就有个message box 然后message box ms message box msg box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把结果 ms msg box 然后呢把最后的结果 ex 因为它catch之后 会有个ex 例外的状态 dent 后面的话就把那个错误的讯息呢 message把它秀出来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步骤 好那接下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不要